财经天下特别节目 我们在老杨到处说呢 已经把魏玲玲他们的独家的一个专稿 关于习近平怎么取消这个 动态清零政策的来龙去脉 做了一个评述 最关键的是评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华尔街日报的解密 就是中国坚持了三年的零疫情的政策 动态清零政策为什么突然转向 了解他的全貌 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个文章的全文 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分享 在咬紧牙关监持了三年之后 中国为什么突然从严格的新冠清零策略 转向完全放开的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的180度的防疫政策的转弯 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么这个文章呢 大概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幕 或者接近内幕的一些解释 这个文章说呢 就去年的二十大结束时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越来越难辨称 他的动态清零政策 正在继续发挥着效用 那这里面讲是跟北京决策 关系密切的官员和政务顾问说 有报告说 在全国范围内的感染率上升 尽管在过去三年的也大部分时间 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封控措施 但是大家知道 严格的封控措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中国的出口和零售额大幅的缩减 地方财政压力巨大 长期处于封控中的人们 濒临崩溃 但是习近平没有准备好 他准备他的立场 转变他的立场 所以说到了十月中旬 他是不是已经如何解决 他一贯坚持倡导的清零政策 这问题上还在犹豫不决 这些接近官方决策关系的人说 十月下旬 中国最大的城市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浪潮 再加上政府许多部门的紧急求助 最终促使了习近平 做出了改变 这零疫情或者动态清零政策 在十月初基本被废除 这个突然的逆转 让中国陷入了一个新的 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 光我们已经谈到了 全国的医生的医生和护士 以及疾控中心的地方分支机构的官员 没有得到关于政策转变的预先警告 使他们在没有医疗必需品的储备的情况下 应对病人的急证 好了 紧接着国家卫健委 不再公布每天的新冠感染病例数 那么自十二月初以来 中国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不到十个 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国家卫健委 十二月二十一号的会议记录 有将近两二点五亿人 在十二月一号到十二月二十号 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这个会议记录被人家证实 北京有两千两百万的居民中 一半已经被感染 那么按照一般科学的说法 就超过了八成 在感染期症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开始了他的第三个任期 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 他越来越多的限制对政策的辩论 并将任何对清零战略提出公开质疑的人 排挤出去 用了排挤两个字 此外中国还拒绝听取外界的建议 这个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情况不同 当时中国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专家 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进行咨询 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五月说 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的时候 中国进行了回击 说他应该更多的了解事实 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决策是由少数领导人的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内部审议后达成的 而今天习近平被称为万能主席 因为他掌控着从军事到经济的每一个权力的杠杆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玛丽加拉格尔说 以中国历史上其他人为灾难一样 现在对核心领导人的政治忠诚意味着没有意义 没有集体劫策 党内缺化对关键政策转变的辩论和讨论 自2020年的最初几周 封锁武汉和湖北省周边以来 中国一直坚持大规模的测试 再加封锁和隔离的制度 以扼杀疫情的爆发 即使是小规模的报告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能够在疫情初期 迅速重新启动经济 因为世界其他地区被一波又一波的 新冠变种的死亡所吞噬 尽管封锁措施损害的生计 并且延长了第三年激起了不满的情绪 但习近平的防疫法 强调了他对中国体制 优于西方世界的信念 当高度传播的奥密克隆变种 以2022年的春季抵达上海时 习近平最初试图给这个城市最后 中国最后有个具有现代化的城市 以回旋一地 使用有针对性而回全面的风俗 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个在未来几年 以病毒共存的模板 但是随着病例的激增和其他地方 抱怨上海的疫情漫延的当地 习近平命令他的亲信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恢复大规模的封锁策略 接近劫策层的官员和顾问说 习近平当时的首要任务是10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二十大后 之上为自己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 那是首当其中的任务 这需要压制对其权威的任何挑战 包括对卫生政策的挑战 根据官方的报道 5月5号在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会议上 政治局承诺坚决同一切 乖取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但是奥密克隆爆发 聚集在中国各地的酝酿 然后的秋季开始病例攀升 中国没有确保和分发更多的疫苗 储备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新冠治疗药物 或扩大和升级医院和紧急病房 而是选择了将更多的资源 投入到建设临时的检疫设施 实施严格的封锁和大规模的测试上 那就是方舱医院和大规模全方位的全员核酸检测 结果就在10月底 大概40%的8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 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不到4张ICU的床位 而香港和新加坡 昏北要7点1张和11点4张 二十大结束之后 中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和公民的期望放松 对疫情的限制 但即使在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后 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当德国总理苏尔治在11月4号 访问北京的时候 习近平没有发出任何关于防疫政策的转变信号 即使病例激增 企业家也在敦促李克强总理放松政策的时候 在随后的日子里 习近平被各种信号所淹没 他的清零政策正在成为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动荡的根源 在谈到了在中部城市郑州的世界最大的iPhone组装厂 数千名富士康的工人和警察发生了暴动 暴力示威的主要的目的或者部分目的 是我的抗疫限制政策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警告说 清零政策将它威胁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曾经是中国疫情时期 主要以增长引擎的出口贸易 在十月份出现了两年半以来的首次下降 而在上海春季封锁后的几个月 一直在上升零售额也掉头下降 而接近决策层的官员的顾问说 这些数据吓坏了中国的领导人 吓坏 但即使如此 习近平也没有准备好完全放弃清零政策 相反他决定采取渐进的方式 来放松这些措施 也就是说 没有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到了十月十一号 当中国官方的每日新冠感染人数 在数月内首次超过一万人的时候 中国宣布了二十项犯宽限制的措施 包括数短对路径旅行者 和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 虽然这些措施引发了股市的反弹 并带来了更大规模重新开放的希望 但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压制了这种乐观情绪 把这些描述和措施 描述为对防疫战略的微调 而不是松动 在习近平没有发出明确信号的情况下 一些地方的官员甚至收紧了限制 即接近劫测城的官员和顾问说 当时开始有报告称 全国各地的住宅区联合起来 举行小规模的反抗行动 反对把居民极限在家中的决定 开始有了 到了十月二十六号到二十七号 在中国的一些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 爆发了抗议活动 官员们和顾问说 这种公众表达愤怒的方法很罕见 一些抗议者直接的批评习近平和共产党 使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 大规模的抗议 再加上防止病毒扩散的努力 似乎越来越徒劳 社会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 习近平决定放弃 完全放弃清零的政策 根据熟悉情况的欧洲官员说 在十二月一号跟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 在北京举行的闭名会议上 习近平说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学生发起的 是第三年来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感到沮丧的结果 并且还承认 疫情已经进入了一个不那么致命的阶段 这表明北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到了十二月七号 中国取消了清零政策最后几项内容 十二月十四号 国家外健委停止报告每天无症状感染病例的总数 十二月二十五号 完全停止了公布每日感染的总数 最后 在十二月十六号 中国宣布取消国际旅行的限制 基本上就结束了自我施加的三年隔离期 在党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中 结束清零政策的决定是最实实的 李强在二十大之后 离任上海市委书记将成为三月新离任 两会中新离任的总理 华尔街日报审查 确定的一份书面会议记录显示 李强在十二月十五号的全国电话会议上说 时机正合适 基本条件也已具备 这个说法已经经由 接近决策层的政府官员和顾问签认 根据会议的纪要 李强敦促敦促 监督 要敦促监督医疗 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 签认的说法 以及他强调 一定要特别凸显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 但你这样一个时机 甚至受到了一些政府高级卫生官员的质疑 中国流行病学家 中国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前首席科学家曾光 十二月十六号在北京一个公共卫生论坛上说 如果纯粹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 我们宁可推迟重新开放的时间 同时敦促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意愿接种 但曾光没有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也就是说华尔街日报 在征询曾光对此的回护 曾光没有回答任何的回应 这是华尔街日报 今天这篇独家专稿的详细的内容 我们在老杨到处说的视频节目里面 其实已经对这一份独家报道做了一些评论 而这个评论 其实涉及到的问题也非常的严峻 让我们对这个人质体制的决策 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想法 而这想法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老杨到处说的相关节目 做进一步的了解 财经天下的特别节目 今天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